再來看財經數字的部分 這同樣是最近我想 這已經是一個全球性的運動 因為資金非常的泛濫 即使是通膨 因為如果資金不泛濫 也不會有美國30年來 那追追最高的核心物價的通膨 那雖然美國呢 在在在通膨膨膨膨的那非常 可是並不是全世界都通膨 比如說大陸的下在這降準 比如日本下也很痛苦 日本的現在也在擔心通縮 或者大陸的在擔心通縮 日本也在擔心通縮 但是美國呢 在在擔心通膨 所以全世界的經濟啊 就是說主要的經濟體 因為因為這很重要 因為美國是第一大經濟體 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 日本是第三大經濟體 所以第一大經濟體呢 現在在擔心通膨 第二大跟第三大經濟體 在擔心通縮 所以呢第二大跟第三大經濟體呢 是完全沒有收銀根的條件 那相反的還在放水 但是呢第一大經濟體 美國呢 卻在卻在呢 卻在有強大的這種呢 可能要收銀根的這種想像 好不過呢 因為因為美股呢 今天呢重挫 所以看起來這個收銀根的壓力呢 又又稍微輕一點 好那那的大哥 二哥三三哥呢 終於呢又平頭了 呃昨天的昨天的台股呢 呃再跌了106點 收到一萬七千七百八十九點 跌幅百分之零點五九 那香港恒生指數呢 昨天的重挫514點 兩萬七千四百八十九點 兩萬八當然是跌破的了 上陣指數呢 昨天尾盤的拉起來了之後呢 小跌零點一八點 他平盤 三千五百三十九點收盤 深圳指數呢 昨天的小漲20點 是亞洲股市裡面 主要亞洲股市裡面的唯一的收紅的 好那看歐美股市的部分 因為昨天的亞股市是先跌啊 亞股昨天的跑在跑在跑在前面啊 先跌 那你看到昨天的昨天的台股一樣的電子股啦 或者是大部分股市都都都跌 大部分類股都跌 昨天呢 昨天因為開盤前就已經告訴你了 呃 旗指一開盤就跌兩百點 那所以昨天的台股呢 必跌 但是沒有收最低啊 大概呢 還反而呢 反而呢 就說呢 在呃 大概是收呃 以線型來看的是接近十字線的小黑K 好但是 嗯 昨天的盤面你發現的又回到了航那航運本本周航運週啦 那貨櫃三雄 呃 這個禮拜一方面一方面全球的經濟環境包括歐洲的我說了德國的大雨說 所造成的歐洲的塞港型情況的又起來了 那航運的仍然是仍然是一片一片利好 那航運週的這些呢 財報跟跟公司的願景 那從陽明了萬海接下去今天星期二好明天明天的明天的長長榮要出關 哇這個是呢 金金的這個這個這個月大概股市的大事情 那那長榮長榮大哥呢明天的明天要要要要出獄了 哇明天估過估計要會有很很多人的會會會迎接的長榮出獄啊 出獄會怎麼樣 我不知道但是這兩天的股市看起來昨天的航運昨天的鋼鐵昨天的中中鋼中鋼的業績也爆好啊 也創新高啊所以呢又回到了航運鋼鐵 好那呃再看的歐美股市的部分呢 歐美股市歐洲的三大指數呢跌幅呢都在百分之二以上 呃英國的跌了百分之二點三四 呃德國跌百分之二點五二 法國跌百分之二點五四號全部都開低走低啊那收在全天的最低點附近 好多跌幅都超過百分之二今天百分之二點五那美股呢美股也不客氣啊道琼呢 道琼大跌七百二十五點啊盤中的跌點呢 呃九百多吧 那七百二十五點跌百分之二點零九到道琼指數呢一口氣呢 跌破三萬四 本來覺得會上三萬五 結果呢跌破三萬四 三萬三千九百六十二點 那那沒有沒有什麼就那就是因為呢 因為因為DELTA病毒導致的美國的疫情一解封就是大反撲 換在歐美歐美社會那沒有那沒有救人一 台灣的台灣終究 台灣終究還是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說雖然 雖然民進黨政府呢 已經 已經已經對防疫要清零這件事情的已經棄手了 現在是地方政府在手 那已經棄手了 可是靠著老百姓 的努力 還是可以把疫情壓壓壓壓到一個 一個 呃嚴格加起來很漂亮的水水平就是確診人數的各位 各位數 或者十來個 死亡人數呢也都壓到了十人以下就是 呃他很明顯的就說比 比在五月中旬的時候挖一天的幾百個 的那種的病例來講的 那現在的七月份 兩個月的時間 那把病例數呢 壓下來 所以大家的生活的壓力的相反的 相對來講的比較鬆緩一些可是美國不不是啊 美國社會你像 你想呃七今天七月二十了 七月十一十九七月十九 Boris Johnson 脫口罩 打口罩全脫了 Mask covering的這種的這種的這種的 口罩今天解除 那美國呃 這種英國人呢最喜歡去的的這個night club 那種night night pub 全開你你你如果去過英國去過 倫敦你小OK那個他們的生活的方式啦總而言之 倫倫敦的夜生活會很局限在那種的 阿不不不不是走的倫敦 呃我我發現其實其實歐洲的都很普都很普遍的不要說到你比如說你到奧地利 奧 奧地利你也會 你也你也會到這個 我也那附近的這個小小山丘上面的這些的小酒館 我晚上說你這小小酒館那個也很嗨啊 呃也都也也都是吃吃喝很很很開心啊 你到北歐去的時候的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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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歐北歐鬼混的那段的日子裡面的時候到了晚上的時候哇那個也是一樣 呃night club特別到周末的時候的這些 像是奧斯路的港邊 嗯或者是德格爾摩的港邊 的那些的碼頭碼頭邊上的那些的泊 其實海鮮 那這個的 snack food finger finger food 然後然後然後呢喝酒大家都讚的 那個都都很嗨啊 他們的生活方式 可是可是因為那種生活方式就像是之前的歐洲盃 呃歐洲國家盃的足球賽在英國的主場的冠軍賽 你看到的是呢英格蘭的敗了之後呢全歐洲都很瘋狂 可是呢其實全歐洲的對英國的還有一個超不爽的就你們全部幾乎都不戴口罩 整個球場上面的六七萬人的幾乎都不戴口罩 好那英國的當報美國當當人報一報了之後呢又打回原形了 雖然 DELTA病毒當的當你疫苗的覆蓋率呢到了百分之五六十的時候呢應該 應該死亡率重症率的會大幅降低了這波的DELTA呢可能是逼著很多還沒有打疫苗在猶豫的人呢 趕快去打疫苗 疫苗的覆蓋率夠了之後呢最少的重症的跟 死亡率呢是會降降低的 他就會比較流感化 我的意思就是說如果如果大家的疫苗打得認真一點 雖然沒有辦法完全消滅這個病病毒注定大概呢 萬古長長青喔 我們呢就長江左右 可是呢你的疫苗如果呢如果的定期打 乖乖打 疫苗應該可以讓讓現在的COVID-19包括他的變種病毒流感化 你你聽到流感你當然也不喜歡 得流感也很不舒服 可是你知道你這你聽到流感 你不會你不怕得要死嗎 你不會你不會覺得要封城 然後呢 要要要要居家的要要要隔離 你不會嗎為為什麼因為你知道就有疫苗第二個呢已經身體已經群化的差不多了 那群體免疫的效果呢是不錯所以他一波一波 總而言之呢就算今年秋冬季節的有流感來了 像往年了流感來了 可是呢到了二三月三四月之後他就會走 你知道的那如果COVID-19流感化 我認為已經是對於人類 最好的安排了 以包括台灣在在內 否則你的經濟交通 社交生活你都沒有機會能恢復正常 好那美國的因為道中指數的大跌725點的跌幅版的2.09 S&P500 一度呢一度呢要跌入修正區 但是你有在拉起來一些 跌68點 1.59 那NASDAQ的跌152點 1.06 除了道琼指數 因為道琼的成分股呢 大型股在裡面牽涉到了 包括像是能源啦 包括像航運啦 大型的 這些的 餐飲啦 等等 那那個那個可能受衝擊就很大 就解封 無望啊 所以像是航運啦 或者說 郵輪啦 或者是 遊樂場啦 那這些呢都是呢 受創比較大的大的股票 好但是呢 在在在 S&P500 或者是 NASDAQ的跌幅呢 沒有那麼大 而且廢人半逃底 廢人半逃底還還漲 廢人半逃還漲了 百分之零點零七 漲兩點 好那萬率從中一點紅 所以廢半的看起來 還OK 好這個是呢 這是歐美股市的情況 反正亞亞洲呢 亞洲因為疫情沒有 沒有這麼慘 開盤呢 還是跌 日均指數呢 開盤跌100多 現在跌到281點 那跌幅1.02% 剛好的跌破1% 那日 日本因為要辦 辦 辦東京奧運 這個賽也是很尷尬的 奧運 好那待待我再聊一下 台灣的東奧 日均指數呢 跌281點 27370點 這個點位呢 跟跟香港恆生指數的幾乎一模一樣 我 你有時候 有的時候到你你你聽專家的這這是合理的但我只說唐江龍雖然是很多領域的外行人 但是就只是因為每天的看這些東西看了之後會有一些簡單的判斷的門道你可以當參考 我說日均指數跟恆生指數他代表了不同的市場的特性 那你看不同的市場的特性 在沒有回到3萬點以前的時候他都不可能預告的就是某個多頭行情的起動 那你現在看到離3萬點越來越遠了 你就知道呢 亞洲的亞洲的經濟的總體的經濟的個別行業不一樣 亞洲的總體的經濟的勢頭 跟你想的不一樣 尤其亞洲現在的東南亞的疫情也是大爆發的狀態 那內需啦餐飲啦這種都是招的不得了 只有呢這種製造業的進出口大概是OK的 所以航運的基本上不太會受影響鋼鐵不太受影響大概也都這個原因 好那 日營指數的跌280南韓中指數的小跌1616點南韓中指數跌0.5% 好那昨天的昨天的台子旗的夜盤跌153點17640點 67928口的成交量 那台子旗夜盤跌153點 那待會再過五六六分鐘的時間的起貨開盤的再把最新的起貨盤的提供給大家 好那進 在進廣告這之前 待會我要我要我要聊一下呢 聊一下聊一下台灣的台灣的東奧的代表團 不過今天有兩條新聞的可以看一下一條呢一條是好在這自由自由時報了 好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的外交突破 那台灣 將在立陶宛是台灣代表處 在 歐洲來講的有兩個國家的最最近的立陶宛送我們兩萬劑的疫苗 那這個 另外呢另外另外那個 斯洛伐克斯洛伐克送我們一萬劑的疫苗 那很珍惜你你如果打到這兩萬劑或者一萬劑啊你要非常的珍惜啊這個是我們外交部就話員來的 呃 話員是比較高檔的講講法的去乞討 去延門脫波啊 去去去去乞討 要來說哎你要給我個面子啊就是你要你要送我一點疫苗 那證明了我們之間的就說呢有有來有往 就禮上往來 然後呢也證明了我們關係的是不錯的 所以呢立陶宛兩萬劑 那這個的斯洛伐克呢一萬劑斯洛伐克在哪裡 斯洛伐克呢在在捷克的邊上 我看到有一些媒體算中歐部他其實是東歐 捷克 算算算中歐馬捷克已經算東歐了 那他過去跟捷克啊 我在我在去捷克玩第一次去捷克玩的時候呢 他剛跟捷克剛分手 本來呢本來叫捷克斯洛伐克好但是呢後來分手分成兩個國家他們是 呃和平分分手的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捷克 是已經沒有了斯洛伐克之後的但是 其實如果你覺得捷克對台灣還蠻友善的 那之前的他的參議院的這個這院長不 不是 大放送嗎 那斯洛伐克也一樣他們有同源的背景 過過去呢都是在東歐集團裡面來講的 呃就前前蘇聯的控制的 就東歐國家 所以呢他們的這種的反蘇聯的就是說反共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社會氣氛跟政治氣氛濃厚很多了 很自然的對台灣的會是情感的投射 好那不管斯洛伐克或者立陶宛 那立陶宛當然也也是一樣啊 他們有他們非常非常悲慘的民族歷史 尤其不管是面對納粹 或者是面面對到蘇聯的時候他們都是被鎮壓的一方 好那我們要在那立陶宛的社會是台灣代表處 但是 我在大概就 就是這個樣子的立陶宛也好或者斯洛伐克也好或者波蘭也好 這些這些國家的都是 都是美國現在在 在歐盟裡面的 小弟呀 就是 呃在價值觀各方面來講以及以及總體利益呢跟大陸的關係呢沒有這麼的親近 立陶宛反正2013年之後我都講過很多我就不講 2013年之後呢就跟了就跟整個中國呢就搞就搞翻了 雙方面的就幾乎就不往來了所以 呃跟台灣的走得近一點大概也不意外但是只是這個代表處我我覺得立陶宛如果 氣魄夠一點就是 承認跟跟跟台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建交吧 因為台灣現在在歐洲的只剩下一個一個范蒂岡我老實講台灣跟范蒂岡的邦交是假的 就說 教教中的去知道台灣有不少天主教徒教中也從來不來台灣了 在亞洲周圍轉轉轉轉但從來不來這個邦邦交國那個邦交是假的 但立陶宛如果可以跟中華民國建交 或者是斯洛伐克如果可以跟中華民國建的哇那真的是 那 那 嗯 那真的可以幫蔡英文幫民進黨洗門風啊加油加油 好了進來廣告廣告回頭之後拿來關心一下 嗯 我們的國手呢去去東京現在大大飛東京並沒有太太遠了 呃 非東京的 包機上上頭 即使是球後呢代志穎的坐在經濟艙 經濟艙商務艙做起來的舒適度當然是差很多的啦 那官員做 做商務艙 呃 選手 做 經濟艙 那我 我覺得等到比賽開始的時候就讓官員上就就好了嘛 我 我覺得就讓官員上 我要是代代志穎我就說來把他把他把球拍給他 呃 哪一個官員做了我的位置把球拍給他 那他叫他上 好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兒呢來進廣告回頭聊 好 在在在在幫這個代志穎喊冤之前 因為這件事情啊其實你你要留意到一件事情 本來如果唐鳳去了唐鳳也會在商務艙里 幸好唐鳳沒有沒有他沒有去 那 是唐鳳聰明嗎 嗯 這個呆呆待會來想 那你可以講就官員坐在坐在在商務艙里面是不是原來因為唐鳳也要也要去政務委員做經濟艙 太難看了一點 那 但後來唐鳳沒有沒有去那座位也不改了 但是如果唐鳳去了唐鳳一定也在商務艙里面 那唐鳳如果在商務艙里面那這件事情就更大了 好不過呢現在看一下的中國班列因為這個是我長時間關注的問題啊這今天的旺報了 呃在台灣台灣 台灣台灣真的很難很難做大格局的思考所以 我也說很佩服台灣的生意人比如我多我我佩服郭台銘 我佩服張中某 那我我佩服台灣很多大企業家因為在台灣的這種的環境裡面能夠養出他們這麼大格局的人 然後能夠的做做全球的生意 比如說的前兩天前兩天大陸的大陸公佈大陸的大陸出口的出口的前五大 前五大裡面大陸出口的前五大企業 有三家 是郭台銘的 你就知道呢 紅海在大陸 多的這個這種數字是最簡單的騙不了人的 就是 就是出口的前前五大大陸出口前五大有三家 是紅海集團 那包括了包括了鄭州鄭州廠包括了從重慶廠 包括了包括了就說了這個深深陣上 光這三場 就就佔了前五大的一四五名吧 厲害啊 好那 呃 你看到了中國中國班列 去年我我我就講當當去年呃不止蘇伊士運河塞港 而是當海運越來越繁忙之後的中國班列當然的從2009201年之後一路上面的上來 這個是一個 一個畫時代的規劃 當初在規劃的時候很多人把當笑柄 誰要誰要走陸運啊 走陸運 那個這麼的漫長 然後呢鐵路呢要換軌軌距又不一樣 中間的又要要經過很多可能 很陌生不太安全的地帶 不走過班 中國班列沿線會知道中國班列沿線第一個風有很多地方風景很漂亮啊 那比如說呢出了出了新疆的這個就阿拉木山口之後 那新的還沒有出之前的那個新疆段都很漂亮 然後出了之後呢一路呢往往西呢到現在德國甚至於呢我我前幾天放給你看的影片呢 是從 從整歐亞路快的最最東端 從 從浙江的義烏的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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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出去了之後呢 然後呢一路呢一路呢橫穿過中國出口了之後呢 一路呢穿過整個的歐洲甚至於呢進到了倫敦 這麼這麼遠 好呢 中國班列剛開始的那幾年我告訴你那真的是虧慘了 現在當然不提 雖然他每年的運量的都在成長 可是呢第一個 那個遠遠的呢 入不敷敷出 所以呢大陸的官方的其實一直在補貼 一直在補貼中國班班列 其實開一列的虧一列送一貴的虧一貴 中國班列過去是是這個樣子 那而且呢幾乎呢從中國大陸運貨出去之後的經常都是空車回來 那個空貴率齊高 可是呢到了到了二零一一八年一九年之後呢慢慢的上來 尤其到了到了二零二零年呢 當疫情爆發了之後 尤其到了蘇伊士運河塞港了之後啊 中國班列的整個運行的優勢全部出來了 那去年的中國班列大爆發 不管是呢班列次或者是能夠 呃這個在在貴數量都呢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成長 今年的上半年再創新高 上半年的七千三百二十三班次 中國班列的開行量的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 而且呢空貴率大概只要百分之二 呃去回來都一樣 哦那個就表示告訴你他的運價呢也大幅的 大幅的提高 那中國班列的已經可以可以賺錢了好現在的非常的火爆 在海運的有不確定性的情況下面 中國中國班列已經成為歐亞路快的運輸當中 不可或缺的生命線 的大動脈 好那呃台子期開盤現在 沒有沒有沒有太糟 台子期開盤跟呢 跟日韓股市一樣啊 沒有像歐美股市的這麼差 台子期現在的跌九十四點 那一萬七千六百九十九點的最新的位置 四千三百一十九口的成交量 因為昨天的夜盤的跌了跌了一百四五十點 所以呢現在台子期開盤之後只跌了不到百點 所以呢沒有太差 好那待會兒再看的最最新的就說呢這個現貨開盤的情況 不剛講就是 呃 台灣大概不要有有有熱度的新聞了除了除了高高高高端疫苗高端疫苗的獲准生產 這個 生產是一回是一回事啦我真的覺得民進黨的已經到了病急亂投一的時候 民進黨最近的情況 那又非常非常亂了 包括去整整整PTT的那那那那些人幹嘛 而且這種的這種的醜陋的動作就是用點名做記號竟然會去點政府部門的報告裡面會去點一個BBS就這就是我們我們過去最早期最最早期 在玩的這種的社群軟體BBSBBS要布告欄 那這種的BBS呢轉型來的PTT但PTT比過去BBS現在已經先進很多了好去的一個國家機構會去在報告裡面來講的去點 點名PTT裡面的一些的賬號 的一些賬號的這些的這些的賬號名的名字 這個大概 這個如果你要說白色恐怖我大概沒有比這個更白的了 綠色恐怖 那非常非常的恐怖 好另外一個人大家關注的重點的是代之影當然當然以代之影為主了因為代之影的爸爸也為代之影報報區啊 那代之影他們作為求候 求候大概已經很久沒有做經濟艙了 因為 老實講像這種的頂尖的運動員 很多的航空公司呢都跟他們是簽約的就你搭我的飛機呢一方面的讓我爭光也也是一種的宣宣傳 那你搭我的飛機的時候呢就就是商務艙 那這個的很多的頂尖的運動你只要夠頂尖就會有很多航空公司有很多的商品周邊的商品呢會來跟你合作 航空公司的運動員因為尤其職業運動世界各地跑 所以呢他們搭飛機的次數很多 那因此航空公司呢也很樂意 那的盡可能的給這些運動員方便相得一張 那代之影的在流化他因為他做的經濟艙裡頭 那那這個的那留下說想念長榮的商務艙我也想念啊 我們多多多久都沒有都沒有上飛機了 我也想想念啊 我每次呢都都都把我的這個在坐在車上的時候把椅子放平一點 想想像的是自己做商務艙的感覺當然差很多啦 好那這個呃後來大家才才發現當代之影的一流話爸爸也抱回去大家才發現 臺灣真的是獨樹一格啊 臺灣的包機啊非非非這個東京的包機 今年當然了因為因為參與的選選手抱多 那單單向抱多 但是 我們大概就就是呢選手呢都坐在經濟艙 那給他們的理由是說啊反正就包機嘛 那你你你旁邊也也沒人做 每個人都給他做一排 所以呢你搞不好躺下來睡覺呢還更舒服一點 那經濟經濟艙的你就你就一個人做做一排那不是很說很舒服嗎 那商務艙的反而呢一個一個呢都連連在一起的又不能沒花作商務艙的沒花作呢太浪費了 那就讓我們官員就委屈一點吧 好的當家的大大罵所以你就碰到碰到這種事情的時候啊那趙立呢那那蔡英文總統要出來道歉 蘇貞昌出來道歉 副總統出來道歉 教育部長出來道歉 從總統 副總統 行政院長 教育部長 都出來道歉 呃唯一沒有沒有道歉不用道歉的是唐鳳 唐鳳去或者是不去啊 當然他他名字跟我有點關係第一個姓姓唐對他有鳳我我有個龍啊他的他爸爸我我認識他的他爸爸是我的同是我的同事啊 那呃唐鳳在很小但我不認識唐鳳了但但是但是從他很很很小的時候我就我就偶爾會聽他爸爸的講講講他兩個兒子的故事 好那 唐唐鳳本來要派唐鳳去派唐鳳去呢 台灣的媒體呢 呃大概就是覺得呃好像應該要官員去大家覺得說因為過過去 過去因為在在日本嗎 日本對台灣這麼好 日本都已經擺帥一副準備要為台灣打仗了 那日本辦東京奧運了 總的對台灣 台灣要特別好一點吧 如果如果東京辦奧運 台灣還不能夠突破一點點 在國際運動賽事當中的 這 這個官方規格 那台日關係也太假了 你講日本現在連七二體制的都突破了 呃日本的國防白皮書上個禮拜呢把台灣海峽的台海安全的都擺進去了 雖然不過就幾行字啊 那唠唠叨叨的幾行字 好但是 如果已經到了這個階段 那我辦東京奧運台灣不可能辦奧運嗎 那我辦東京奧運的時候當然應該讓應該張彰顯台日友好啊 所以呢呃台灣應該要有突破性的高階的官員 因為在過去呢曾經亞運呢在日本辦的時候 那在當時呢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時代 那曾經派了副院長的徐立德 徐立德曾經去過 那徐立德以及監政務委員的身份把我都記得去過 好所以呢如果那個時候都能夠突破那這時候派唐鳳去也應該吧 好不過後來 唐唐鳳 又不去了 講的是說是疫情啦 不過我認為那不是重點 呃 現在東京的疫情是有點 複雜 那唐鳳本身 在民進黨政府裡面的是一個防疫的樣板人物 你講到在在民進黨的政府蘇文章的政府你講到防疫了一個就是陳時中還有就唐鳳 就這兩個人其他的你大概都不會記得 但是原來要派唐鳳去的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啊唐鳳在日本 在日本的右翼 有很高的人 人氣 呃日本的日本的右翼的媒體了經過了這這幾年尤其是挺民進黨的挺到了詩新風的地步 除了蔡英文那只要是民進黨的政治人物賴清德蔡英文的都被包包裝的簡直像上上是神像是聖人一樣 在日本的右翼講了這些人呢就像過去講到李登輝要素然起其境啊基本上面的都都是力爭站好 那 呃 他們的像蔡英文蔡英文在日本的在日本的呃這個呃 那叫做什麼 在在在日本的日本的這些這些的社群網路上面 呃 推特 的 粉粉絲的追蹤數呢是破百萬的大概跟香港的那個周庭呢差不多 好了唐鳳的是另外一個他爸爸唐鳳的包裝天才言必稱唐鳳在唐鳳做了什麼時候呢日本的右翼呢都是歌功頌得的不得了 所以唐鳳如果如果去我預期啦其實要不是有意見唐鳳去啊應該會有一波的一波的風草 但終究的是沒有去 但是我覺得幸好沒有去我說如果去唐鳳也在商務艙裡面 那就更熱鬧了 你就知道為什麼安排官員做商務艙 但是也是aje到來關正你 那就看一下 我覺得美 Опγ讖鑑會我們與他們最低要關注之後 就是說 Dancing on Sie去ні cried 就是你驚 م打算怎麼辦 곳多人是優雄集員 就是皆さん可以去年末下來的